哈囉,大家好,我是洪志 今天繼續跟大家來分享這本書 叫做《愛的耶利法則》 我們進行到問題的第十一題 就是 他說在家裡面都是我在下廚 然後 除了吃完之後還要再擦桌子 還要再洗碗 可是我的另一半忽然間就消失了 然後就出現在沙發前面 就開始看電視了 怎麼有這種人 我要種什麼種子 他才會願意去幫忙 就算洗碗也好 那這個有智慧的格西老師 他就舉了一個例子 他說當時他在創辦鑽石公司的時候 然後就是他的上司任波謝 就跟他講說 你要同時成立一間慈善機構 它將會是你公司獲利的引擎 他就很好奇 我成立這個沒問題 我就去做 多久才會獲利 他說下輩子 下輩子才有機會獲利 哇 哇 下輩子他才會來幫我洗碗 太神奇了 所以怎麼樣可以快一點 所以這個 這也是大家很好奇的事情 所以有三個肥沃的土壤 我們可以去種植的 我們所種出的種子 如果時間很漫長沒有開花 一個不就是用錯方法 一個不就是種錯地方 所以有三個肥沃的土壤 它會讓你的這個種子長得又高又大 又快又多 怎麼做 有這三個 第一個 是急需被幫助的人 可能他在你身邊周遭 他跌倒了 那你就去把他扶起來 或是他正好就缺那一百塊 兩百塊 五百塊一千塊兩千塊 需要過一個晚上 或者是他真的生病了 需要急難救助了 你去幫助他 這個是一個很棒的種子 這是一個很棒的種子 第二個種子是 曾經有幫助過你的人 值得感恩的人 給你很大幫助的人 比如說你的爸爸 比如說你的媽媽 家裡面的家人啊 家庭啊 或是你的老師啊 你的上司啊 曾經有協助過你的朋友啊 此刻你都可以回頭來 再去的去 答謝他們 感謝他們 或者去幫助他們 OK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肥沃的土壤 第三個肥沃的土壤 叫做 能夠幫助更多人的人 或者是機構 那格西老師一樣 舉了一個例子 從以前 他們曾經收過一筆 一萬美金的這樣的 公益善款 所以他們就 帶隊到印度去做 有善款的撥補 只要你曾經有 看過病啊 拿著藥品 藥單 然後他們就把這個 補助給到你身上 結果那一整天 這樣子發 發到 經費都發穩了 居然還跟 一開始一樣的 隊伍 還排那麼長 所以回到這個 美國之後 他就找了一個機構 找了一個單位 診所 他們是願意到 印度去做藥品 去做疫診 所以他們就提供他藥品 疫診還有地點 他有一個很大的 恍然的領悟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 照顧到每一個人 但是我們可以支柱 一個願意幫助更多人的地方 這才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OK嗎 這才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所以古西藏的人講 你要 你把地球整個都包起來 倒不如你自己穿上鞋 所以我們不用照顧到每一個人 知道有一個地方 他是正在幫助人的 那我們就去支柱他 去協助他 去做一些事情 去做志工 去做善事 去給到贊助 這個都是最好的土壤 OK嗎 但是一樣 強調 星巴克的四個步驟 你只要 願意去操作 願意去執行 自然 過不久 就會有一個很喜歡洗碗 怎麼在晃 很喜歡洗碗的老公 很喜歡洗碗的老婆 你的另一半 甚至你的小孩 他就主動自己跑去洗碗 這樣好不好 所以我們做的事情 就是不斷的幫助別人 一樣 祝福大家在每一時每一刻 活在愛感恩跟喜悅當中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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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